为了迎接2016年在士林区落成启用的台湾戏曲中心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以一系列的行动戏曲舞台 到各个社区进行牧林巡演 其中台湾音乐馆就邀请到民谣歌王刘福祝现场演唱 让民众在街头巷尾就可以欣赏到经典的乡土歌谣 台湾歌谣行动专车这回来到大同区孔庙旁 为相亲朋友带来精彩的演出 为的就是要迎接2016年即将落成启用的台湾戏曲中心 透过深入社区的演出 让更多民众爱上传统戏曲 邻里之间的这样子的互动 跟邻里之间的里民的互动 让大家知道说 未来会有一个戏曲中心 会在台北市里面落成 也希望说带领大家说以后想要听这样子的音乐 看这样子的演出 就可以到我们的戏曲中心来参观 那我来凉歌路 要让你们听你 由民谣歌王刘福柱 带来一首首筷子人口的经典歌谣 听得现场观众都跟着一同打拍子 而精通台湾民谣的刘福柱 还开放现场点歌 幽默风趣的即兴演出 让观众们都感受到香土歌谣的宜人魅力 刘福柱老师的在与台语的文学上面的创作 然后去结合音乐的一个余韻是非常的契合的 长辈他怀念这个老歌曲 所以利用这一次让大家享受一下这个老歌曲 台湾行动歌摇转车 十月份还将在大同区进行多场的户外巡演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上台湾戏曲中心 城市社区扰动计划主题网站 或者是恰询台湾音乐馆 了解演出相关讯息 中家台北新闻林喜慧采访报道 中家台北新闻林喜慧采访报道